先在市長林地堅和副市長 心悔洪準備要實質來變選前 不過民眾黨就在拍片說 這個月半年 市長 會因為這樣 心意就跑不走 不過民進黨表示 有槍施 這是對選民負責 先在市 現林市長林地堅 已經確定代表民進黨 選後一年的副市長 外面最近也就刷去副市長 民眾黨這次市長參副市長 都準備實質去選舉 或半年 市長恐怕會噴火營動 民進黨把大黨做開記者會 除了占對這議題提出揮營 在這裡表示 民地堅準備到這裡 現任的副市長 就是希望市長可以繼續團成下去 選會用的辭職 這才叫真負責 對市民展現誠意跟決心 我們就等著看高鴻安 是不是要腳踏兩條船 是不是不會辭職立委來參選市長 後續也會有代理市長 市政建設並不會因此停擺 國民黨每天二三才氣 吹來全部的國民黨市議員 等下團結的決心 三個政黨差不多同時間開記者會 選舉的氣氛越來越老了 記者就跟河 先到報道